这是一张硬焊的写真 这是一个斑驳的背景 点击硬焊的写真 我们可以在基本里面 找到我们的曝光 降曝光 加对比 降高光 提阴影 加白色 降黑色 降饱和度 好 选中两张照片 同时打开进PS 找到选择找到主体 自动识别人体结构 选出人的轮廓 放大 注意头发细节 按住ART键 用我们的套子工具 删减掉背景的区域 接下来反选 Ctrl Shift加I 双击背剪解锁 添加蒙版 点击蒙版右键找到选择并遮住 进取之后 对头发边缘进行涂抹 自动识别头发的轮廓 然后下方有一个智能 斑定勾选之后 把斑定往右调 点击确定 OK 这时候我们点击蒙版 Ctrl加I 把我们的斑驳的背景素材 图到我们的照片上 放到它下方 接下来我们对人像进行调整 OK 接下来我们直接盖印 Ctrl Shift Alt加E盖印 盖印完毕 找到图像 调整 HDR色调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适当调整半径和强度 调整曝光亮度 增加细节 强度减弱 半径往右调 维度系数可以往左来一点点 曲线给它压按 保和度降低 点击确定 这样一个硬焊的HDR特效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私信我 领取这张练习素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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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